州长纽森今天宣布在本周国庆日长周末 在南加州和湾区的海滩必须关闭停车场之后 中半岛Pasifika市府决定更进一步 从周五开始关闭市内的所有海滩 吴宇斌报道 Pasifika市的海滩将于本周五凌晨日出开始 关闭至下周一早上 Pasifika市长表示 关闭了海滩的停车场 来海滩的人会把车停在海滩附近居民区当中 会对居民造成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该市的海滩也曾在五月的亡兵纪念日 有大量人群聚集 因此为了保障居民的健康 决定在国庆日长周末关闭海滩 民众表示他们明白需要停止病毒扩散 但仍然对关闭海滩感到失望 我明白我们正在过程中的疫情 和隐蔽之后 但再次我们不能停止祝福 除了湾区的Pasifika之外 在南加州的洛杉矶 Horantura县的海滩 也会在长洲末关闭 26台记者 吴宇斌报导